朋友们这台车是不是看着既熟悉又莫生 熟悉了是因为它的名字里面带了锐虎8这三个字 那莫生呢是因为它是一款全新的中型SUV 具备五座和七座两个版本 并且它的尺寸要比锐虎8plus更大 而这台车呢刚刚已经正式上市 它的上市价格是 12年 那再这样一个价格 你们觉得怎么样 接下来我们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款车 首先从它的外观设计开始了解 这个前年呢依旧采用了其对家族化的设计风格 熏黑的这种网上处理再配上这种繁星装点的效果 很高级也很漂亮 大的呢则是非常的犀利化的设计 这款车的前年给我的感觉就有点像奥迪的KO6 然后从整个车身侧面看过去呢 我觉得这款车的比例就很好了 横向这种拉伸的腰线 以及说隐藏式的门把手 类似于这种悬浮式的车顶设计 都是很不错的设计 而在尾部上面呢 这款车它是采用了这种逛穿式的尾灯 显得很高级 并且双处的这个排气呢 它也是一个加分项 所以在颜值方面 这次的奇瑞瑞虎8L并没有让我失望 接下来我们再到类似看看 整个类似设计低眼看上去 我觉得真的是很像新的原车 特别是它这块悬浮式的中控屏啊 和这个全眼镜一面的显示 整个风格呢 我真的觉得和华为自行的那套设计风格有点类似 而且我个人觉得比较好评的地方 就是你看它在中控台这个位置 没有过多的去设计很多很繁殊的东西 就是简简单单的 一个无线充电 模式的选择一个空调的开关 那我觉得整套的功能够了 OK了 然后另外有一点个人的小经验 就是大家在选择这个类似配色的时候 我觉得尽量去选择 我现在拍摄的这台 就是这个黑色和棕色的这个类似 这套类似的整个质感呢 我觉得是比那个米白色的类似 显得会更加高级一点 另外说一下这块屏幕 现在我拍摄的这个车呢 它现在是没办法点亮的 但是我也告诉大家 这是一块2.5K的屏幕 内置的芯片呢 是8155的芯片 就是一个很标准的 时下智能网链车型 该有的这种配置 再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后排的空间啊 前排呢 刚刚是调整了我的驾驶位 整个后排的空间 可以看到 它不管是纵向 还是同步的空间 都是比较宽裕的 那我觉得从空间部分来讲的话 这个承受的空间 是完全足够了 接下来再给大家看看 后备箱的空间 作为一台中型SV 它的整个后备箱的这个空间 我觉得是非常不错的 而且有一个细节你看到没有 它这个地台的这个位置呢 是一个纯屏的状态 你上下拿取东西的时候 都很方便 然后这个位置呢 还有一个220V的一个接口 忘了给大家说啊 这台车它是一个五座版本 所以说它的空间表现 才是这么的宽裕啊 你17座车型的话 就不太可能有这么好的后备箱了 好了 以上就是这台车 一些简单的信息 配合这个价格的话 你觉得它会大卖吗 你会喜欢上它吗 我会在这台车上连带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